一年为公司赚7000万的杨超越 依然改不了贫困时的习惯 2020年他参加综艺 神奇公司在哪里 何须这天比赛谁吃炒饭所用时最少 期间他一个小动作让人分外动容 虽然在紧张的比赛中 他还不忘把落在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掉 比赛结束后 他又把桌上的残渣收拾干净 留下一个整洁的桌面 但这一段并未引起节目组注意 剪辑时也没有特写关注 所以可以断定这是他十分自然的动作 杨超越初中于江苏一个贫困家庭 12岁时他母亲选择离婚 单靠父亲钢铁厂2500块的工资 别说上学生活都是问题 杨超越便在16岁选择辍学大工 但没有学日他吃够了生活的骨 流水线捡拉链暗无天日 咖啡厅刷盘子还被猥琐难调气 这样的生活足够让人绝望 不甘心的杨超越带着所有积蓄去了上海 结果被骗走身上所有的积蓄 但命运转折却在一个转角处 杨超越看到一个女团招募工作 包吃包住还每月发2000块 而老板受伟达出现杨超越时 明显就生出招揽之意 长相甜美性格活泼 绝对是一个好苗子 杨超越就签下了一份长达六年的合约 唱不好跳不好 他格格不入的花风 却使得节目组话提度暴涨 一路上过关斩将 以第三名成绩顺利出道 在他仅理护体支持下 杨超越所在的公司半年就盈利了6000万 还让公司从对赌协议中顺利胜出 杨超越红了 但是他好像还是那个杨超越 学得好不如长得好 杨超越花99万落户上海印争议 2020年11月 杨超越申请特殊人才引进 成功落户上海 官方给出的理由也很官方 杨超越符合特殊人才引进 然而一个唱跳都不算出彩的女孩 特殊人才恐怕只符合特殊吧 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 杨超越所在的公司叫 上海检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在稍加查询就可以看出 这家公司成立于今年10月20日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杨超越持股比例99% 特殊人才引进是11月份公布的 杨超越的公司仅仅成立了10天 其目的不言而喻 一个从农村出生和长大的女孩 初中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了 然而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落户上海 激发了不少人群的愤怒 一群985211学历没有成功落户 可偏偏让姚超越落户了 杨超越为了2000块包吃包住 成为公司顶流的存在 舞台上跟不上队友的步伐 被朝划水面对网络暴力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放肆大哭 在黑红黑红下 杨超越成为一个现象级人物 但也背上了工资7000万的对赌压力 杨超越的公司文栏文化 虽然孵化了他 但是也属于入不敷出的破产境地 但在杨超越爆了那年2019年 传递娱乐准备用9600万的价格 收购文栏文化60%的股份 在收购剩下40%股份之前 文栏文化需要在两年半之内 获得不少于7000万的利润 所以他获得无助露面的机会 综艺一步一步上 走秀一场一场没少 所以他成功帮公司拿下了7000万 杨超越一直有一个豪宅梦 所以赚钱这件事对他非常重要 走上舞台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明星 而是为了打工赚钱 假如当初找工作 没有被骗走身上的积蓄 也不会走上明星这条路 他这想法戳中大多数人的想法 但杨超越的出道 却被更多人认为得不配位 王校长更为其他选手打抱不平 认为他的出道侮辱了其他十几个人 侮辱了他们的努力 侮辱了他们的汗水 不过最终还是从不被看好 到最终高位出道 出道之后出演了几部大女主戏 跟其他成员比起来 杨超越的资源确实好到不行 他依然坚持自己赚钱的梦想 好的工作不好找 男朋友随时可以找 自知学历低 他还吐槽目前的就业形势 成千上万的大学生 和你抢工作 资历行间分明写着 姐现在忙着赚钱 恋爱的事情 以后再说 杨超越想在小地方买一个 大城市买一个 可以跟家人一起过年 大城市买的房子 偏向于我个人住的 之所以让他对买房求有度重 因为早年他家境情悍 又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 相比较家境优渥的人来说 懂得生活的不义 并且更具有危机感 感谢观看